您各位好啊 我是您的好朋友昆仑刘石 今天呀 咱们来到这河北一县的荆轲墓 这荆轲的坟上啊 它有一个荆轲塔 说句实话啊 这坟啊 它其实就是个衣冠种 这塔呢 它是辽带金的塔 要仔细扎摸起来啊 这两样东西呀 跟这荆轲呀 都不太靠勺 人家这本地人啊 要说这是荆轲塔 荆轲墓啊 那一定有人家的道理 得嘞 今儿啊 咱们就介绍它这地儿 咱们聊一聊 这荆轲刺秦的故事 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啊 我要说的呀 那指定跟别人聊的 它不得一样 大多数人呢 他都会跟您聊到这个 荆轲呀 是怎么舍身取义 再聊到图雄笔剑 我知道啊 这些个故事啊 您早就听得够不够的了 今儿啊 那我就跟人聊点 那别人不知道 个别另样的故事 说说啊 这荆轲和太子丹之间的故事 我想啊 很多朋友都肯定会认为 这荆轲呀 这荆轲呀 他一准是燕国人 要不就怎么就自己狗 低冷一把脑子 找秦王玩命去呢 其实啊 还真猜错了您 这荆轲呀 他是卫国人 今天的河南鲍壁 和这秦王啊 他压根就没有什么 王国灭种的恨 那就有人该纳闷了 这是为啥呀 为啥这荆轲非得找人家去 和秦王过不去 最后还弄得把自个儿 小面搭进去了 您别急啊 您听我呀 慢慢给您捋着说 这些个事啊 其实他都源自燕国 有一个心机颇深的王储 叫丹 这太子丹啊 从小啊 就被他爹送到秦国当人质 在秦国的日子啊 那肯定是不老好受的 估计啊 是让一群西北大汉 一天啊 打拔痛 他到不了天黑 时不时啊 还得让这个 以嬴政为首的 一群秦国小朋友 来个圈踢啥子 这人质小朋友丹呢 他恨呢 回到这燕国呀 做了太子 看着街坊家赵国呀 三下五除二 没费多得进 就让秦国给灭了 太子丹呢 摸摸自己 被踢过的屁股 又想了想 亡了国的街坊赵国 决定啊 不能这么下去 得把这秦王嬴政啊 弄死啊 起兵打他吧 这够呛 打不过呀 干脆 咱找个刺客 给他来个当下流行的词 叫什么 斩首行动 您瞧 这事他寸了 想吃兵啊 他就正好下了包子 这游侠田光啊 给这太子丹 就推荐了一个人 就是这荆轲啊 于是啊 太子丹把荆轲啊 就给请到了烟下渡 也就是今天的 河北省义县 那荆轲啊 当然得问了 找我干嘛呀 没事 就是玩呗 从此以后啊 整天呢 就是锦衣玉石的 花天酒地 一日长 两日短 荆轲可就又问了 你找我干嘛呀 没事呢 就是玩 得 你说玩啊 咱就玩 有一天呢 这太子丹看荆轲 一个人在河边散步 边走啊 边从地下捡起小石子 在河面上打水漂 第二天一早啊 就派荆轲门来了 走走走走 玩去玩去 到河边呢 太子丹对守戒人说 抬上来吧 从人呢 就把一只大箱子 搭到了荆轲的脚边 打开一看呢 窝了个去 河头大的金丸呢 整整一箱子 太子丹就说了 用小石头打水漂啊 跟您这身份太不搭了 来来来 用这个啊 下一箱 明儿就到 工匠那儿啊 正赶工呢 荆轲说 行吧 有一天呢 荆轲和太子丹 一同骑马到郊外游玩 太子丹胯下骑的 可是一匹宝马良居呀 一看呢 就是重金 从胡人手里买来的 两人呢 一边走 一边聊摊 这太子丹就问荆轲了 壮士啊 我看您最近这胃口可不好 有什么得胃的 您跟我说 我吩咐下人给您做 这荆轲呀 也是有一搭 无一搭的 跟这太子丹回话 说呀 我呀 听说这龙肝 凤随的好吃啊 这千里马呀 据说都是龙便 我想啊 这千里马的肝 应该就是跟龙肝他一个味 这太子丹一听这话呀 笑着跟荆轲说 嘿 巧了 您瞧我骑这个没有 正经八百的千里马 说着话 太子丹立刻就跳下了马 抽出匕首 一刀 就把这马给宰了 随即呀 开膛破肚 取出马肝 就捧在了荆轲的眼前 哎呀 这有点血腥啊 这个 荆轲看了看马肝啊 又看了看太子丹说 您到底找我干嘛呀 没事 就是玩呗 说这个荆轲呀 就继续住在了这太子丹的府上 一日长 两日短 有一天晚上啊 和往常一样 太子丹请荆轲喝酒 当然不能干喝啊 席间呢 有歌迹般舞助性 荆轲看到一位美貌的乐手 歌迹啊 在弹奏古琴 食指尖尖如损 是款动琴弦啊 音律之美妙 可谓是鱼音绕梁 三日不绝于耳 荆轲不由得感叹道啊 哎呀 好一双玉手 太子丹听起来就问呢 壮士 这手不错呀 荆轲说不错呀 当晚啊 两人喝罢酒就散了 各回房中就休息了 第二天早晨起来呀 天光大亮 这太子丹啊 匆匆忙忙就派人送来一个锦盒 荆轲打开一看呢 正是昨夜那歌迹的一双玉手 这香巴老荆轲呀 他立刻就被感动了 找到这太子丹说呀 这您对我呀 还是推够够意思了 打劲个起啊 不管您找我干嘛 总之呢 是您让我干嘛 咱就干嘛 得 这荆轲呀 他算是入了套了 至此啊 才有了后边的风潇潇西 易水寒 壮士一去西 就真没回还 我是您的好朋友 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视频呢 请您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为您讲故事的 唯一动力 咱们下回见